国民党里头这个茶壶内的风暴 因为这个彰化的议长谢典玲 他31号凌晨是无预警在他脸书上头 说他要退党 但现在外界就很担忧了 这个退党会不会造成所谓的破窗效应 骨牌效应呢 有可能其他9个县市的这个议长 有可能会再加1吗 好我们刚才看到的是 现在其实各个县市的议长们 他们都有些表态了 包括了新竹市的议长许修睿他就说了 好谢典玲的退党呢 是为了不要造成亲人的困扰 是世俗之情 谢典玲退党应该不至于会导致 所谓的连锁效应 但是他也提出了个警讯就是 绿云现在一定会见缝插针 另外在苗栗的部分 苗栗的议长李文斌他就说了 谢典玲他退出国民党是个人的选择 不变置评 不过也被问到了说 他有没有可能会跟进呢 他是非常斩钉截铁的说 他不会 好另外再来看到的是屏东的部分 好屏东的议长周典论 他就有被问到了相关的问题 好不过当时他是比较低调的 因为人在开会 那随乎帮他听电话的 他说这个议长在开会来做回应 并没有正面的表态 那同样没有正面的表态的 还是有金门的议长 就是议长红云点 他也是说他没有任何的意见 好不过来看到的这四个县市的议长 他们是表态力挺侯友宜到底的 包括台中市的议长张清照 还有连江县跟台东县 跟这个花莲县的议长 他们都说是唯一支持侯友宜的部分 好另外来看到的是 大家现在怎么分心呢 这个是新北市议会的议长蒋根皇 他就说了希望各地的议长 都是支持侯友宜 当然现在大家最大的公约数 就是要一起来下架民进党了嘛 好那现在来看到的 这个是立委王洪威 他怎么说呢 好立委王洪威 他就说了这个中央应该要有一些动作 或者是处分 不然的话地方派系恐怕会有样学样 要避免的是骨牌效应 好这个他认为说应该最重要的是 要由龚道博王津平来居中协调 因为才是一个最合适的人选 好另外北市议员李明贤他也说了 听到风声 他说刚刚说的这个九个政府议长 有可能会退党哦 当然李贤隆现在是忧心忡忡 他希望的是党中央 现在还是要一些动作 看是要处罚或者是要有一些 这个后续的处分都应该要做出来 另外他也说应该要 郭台铭赶快出来表态吧 好持续来关注这是 继南投县议会的议长何顺峰 他退党之后呢 现在谢典林也宣布说 他要退党引发了是地方的震惊 是否后续也引发一些退党潮 现在备受关注 而对此前立委蔡正元他说了 好其实国民党还有三个救命先丹 到底是哪三个呢 一起来听他分析 郭台铭现在去美国访问 大概8月17号回来 我判断他在8月中会宣布参选 因为9月13号就要开始连署了嘛 所以一个月前 或者不到一个月时间宣布参选 这是一个程序上必备的做法 所以他8月中宣布参选 之后可能也会有更多人站出来 那这里面当然有几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就是你刚才讲的对 现在全台湾没有人认为 胡耀宇会当选 那因为你不会当选 要挺你这个原因 就是我们有感情 朋友有交情 所以你自己选不上 我拼老命挺你 以前韩国瑜是有这种情形 到了后来赌盘开出来 韩国瑜都是输的 可是人家说韩国瑜 把他拼下去 对不对 这十一丢不丢 这个叫做交情 很可惜啊 胡耀宇跟这些各挂人马 都没有交情 所以不可能有认为你会落悬 我还要拼老命挺你 第二个 这个跟朱立润有关系 他当时说 有啊我要征召 他说胡耀宇会征询党内各要人啊 我坦白讲就是议长没有征询到 就是议长没有征询到 征询县市长 没有征询议长 那他想说 那你看我没了 你看我碎了 我为什么要帮你拼命 这个是有选举过 你都知道 这算是当初议长没有背书嘛 对不对 没有背书没有同意啊 第三个我们不能否认一件事情 这不是因为跟郭台铭有钱 所以才是有交情 不是 而是郭台铭很长一段时间来 地方上有些什么需要 大概都是有求逼应 什么棒球队啦 出国缺钱啊 那地方有什么灾难啊 他都大概都第一个跑去捐款的 BNT当然是更出名 更全国性的 就是有这些交情 他不只是说 是因为大家看 谢典林很有钱耶 我跟你讲 谢典林他们家财产 不输给郭台铭多少 是巨富级的耶 他很年轻就当副议长啊 他在那个彰化线里面 议长副议长不知道当了几年 十几年了吧 所以不是因为说看上他有钱 我想有钱人他看不上了 这些人 跟两个交情很好 一个叫王金平 一个叫傅昆琦 这两个人 王金平跟傅昆琦 也许在台北马戏人马 觉得这两个人不怎么样 可是跟国民党中央有联系 就这两个人 从什么时候开始 N年前已经数不清楚了 他跟从2004年开始 跟这些地方派系 在我们属于这般化 般化的意思是什么 就是大家互相帮忙来帮忙去的 所以有这种情况在 他们就是很熟 那现在国民党党之后跟金小刀 又拿以前拿着王金平开刀 现在拿着傅昆琦开刀 又把傅昆琦打成黑金 我想到老婆想不出来 傅昆琦哪里黑哪里金 你觉得怎么样 hold住这个团结的这个统估 那怎么样去直显呢 有没有方法 还是有啦 我是觉得 这个时候就可能要拜托韩国瑜了 还是要拜托韩国瑜啊 因为韩国瑜交情最好的人是谁吧 就是不关齐啊 好 今天向我们请到的对谈来宾 是桃园市议员牛许婷 议员早 议员好 大家早安 好 议员我们想跟你请教一下 我们刚刚都听到这个蔡委员 他就说了 现在有三颗救命 现在就是三个人可以帮助侯友宜 刚刚他说到第一个就是韩国瑜 好 另外还有两个人是谁呢 其实他后面还有说到 他说有一个人是在全台湾都没有敌人的哦 好 刚刚我们提到他说这个韩国瑜 因为他的交情很好 就是傅昆琦 另外一个是卢秀燕 原因就是因为这两个人 在地方的派系上头 都是有非常密切的合作 也都是在跟地方派系的往来 是比较密切的 另外他说到这第三个人是联盛文 原因就是因为全台湾 他没有一个敌人的哦 那这三个人真的是可以帮助侯友宜 来继续拉抬他的民调吗 原因就是您怎么看呢 您怎么看说这三个人 真的是可以在这个地方派系上面 做出一些整合 比较可以及时止血 比较可以hold住地方派系吗 请教一下议员怎么分析 应该说这几位大咖都是领路人的角色 但是你如果真的要跟地方派系 或者是地方的头面人拉近距离 我认为主帅亲自出马是非常有必要的 就是说你不能只是把这个工作丢给这些人 这样讲的是很没有诚意的事情 就是说这些人可以以各自的人脉 各自长时间的经营跟交情 去补侯友宜过去的不足 但是侯友宜人一定要到 第二个就是说 在谈整合的过程中 主张跟诉求是很重要的 你不能只是大家永远都是形式上 建一个面 然后就没有然后 地方上到底需要一些什么 以总统候选人的高度 你可以做出哪一些的承诺 可以在哪些政策方面 事出利多 去协助地方的发展 你才会让你的领路人脸上有光 我今天把你带来了 然后大家要合体了 哎这个买单了你的诉求 这样子才是一个完整的整合工作 所以我想这个三科先丹 吃了之后也要继续调身体 就是说本人自己的心理准备 跟实质上的政策准备 我想都是非常重要的 那我想这三位 因为也都是国民党本党的 忠诚的党员嘛 所以我认为 当然都会尽他们的权利来做协助 但关键还是一样 就是说 这个主帅自身的心理准备 跟政策的准备要做好 那这个协助来的时候你才接得住 我们才有办法 在这样子的乱流之中呢 站稳脚跟 太阳溪全校克废 益生俊我吃了两三天 最明显的感觉是 睡眠品质竟然变好了 睡得好 让我整个人工作更关注 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 因为太阳溪全校克废尔益生俊 才让我认识到克废尔益生俊 它是由多支菌种 和益生俊所组合而成 不仅能够维护消化到机能对方运作 还拥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当强大 你知道吗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称它是神仙的礼物 上千篇的国际研究证实 克废尔益生俊不仅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影响全身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从的平衡 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 真的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积极的敏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 选择太阳星全校克废尔益生俊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健康没负担 每日克废尔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Go健康下单 输入我的推荐代码 有额外的借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